咱们小区的共享单车太少了 亏了我聪明 昨天晚上我给他扛加一台 要不今儿出来办事就当务事的 别动 别动啊 你千万别动 你天天办 别动 哎呀 坠上来 我说你让我别动别动 瞄准呢 不是你把跪上单车弄 我这屋里干啥呀 发生什么大美 让我帮他取花去 不说那个了 我今天没电了 赶紧上去这儿给我共享一下 不是你把车往前挪挪 你把这跪上单车整来干什么 干点事毛上毛脚 冲什么呀 冲不上了 那行了 这车你就这么骑来的啊 那我就弄不明白 你说你骑这车的时候 你把屁股搁哪了呢 这玩意它不疼吗 不疼 一点都不疼 那你是练过呀 是两个不跟你说了 赶紧我看好电话以后来许了 我走了 我着急 不是你这孩子 亲爱别放 你们大伙都看见没 刚才他是这么齐了 对吗 这肯定得有座 这小子把座上 他刚才都上哪去了 哎呀 这小子太行 你说这是共享单车 这是大家共享的东西 他把车座拿下来 这撑他自己装车了 什么人呢这是 不行 我得把它安上 哎呀 这怎么安 哎来碗嘎嘎糖 来 哎呀妈呀 这小嘎嘎咋还变成大嘎嘎了呢 啥意思啊 我说老范大哥 你对共享单车感兴趣啊 他老兄你啥时候来的啊 别跟我说话 从现在开始 我不跟坏人交流 坏人 哪有坏人呢 坏人 没有 还用喊吗 坏人就站在我面前 你说我的啊 不说你说谁啊 朋友们我都没搞清楚啊 看看这个面相长得多寒厚啊 内心多阴暗啊 你这干啥呀 把共享单车弄回来 把车座拿下来 你要把共享单车 变成你自己的私人VIP单车吗 老兄你可能是误会了 我误会啥呀 现在就有很多人 老是琢磨这共享单车 不是把人锁给变坏了 就是把二维码给人销掉了 最可气的就是他这路人 居然把车座拿下来了 你说让人骑车的人 那屁股搁哪 你真误会这不是我 那是谁 大秦子 大秦子 哎呀要我说你长得这么寒厚 不能有这缺德心眼吗 是 大秦子不长别的 全长得缺德心眼了 是吗 肯定是他干的 这事我相信了 大家不知道 大秦子 我见他一回 我就生一回气 头一次见他 把那坏了的小苹果 想卖出去骗人家钱 第二次见到他 哎 把他捡来的一条小狗 想讹人家主人 多卖几个钱 最近又多么上这共享单车了 是 好好地教育教育一下 这小子我跟你说 以后我肯定好好教育教育 必须教育他 哎那个 头老舅你来得正好 我还想求你点事呢 啥事 这个二狗子不是在咱 那个小区门口 开了个水果店吗 对啊 今天他说他人手不够 让我抽红过去 帮他照看照看 你帮我看会儿店呗 不是 我是来和嘎的 一会儿我就回来 我就看一眼就回来 好好 这个手机啊 是大秦子 放这儿充电的 大秦子 哎 你可以给看一下啊 还有那个车座 一会儿你给你给安上 不 好了 车座就别安了 为啥呀 我就等着大秦子回来 我看他骑这车的时候 屁股搁哪儿 哎 教育教育他 你这招挺损的 必须的 但是不行 怎么着 这是共享单车 万一谁有急事 想骑车没坐怎么办 哦 也是啊 那就这样 如果真来了别人 我就把车座给他安上 如果别人不来 我就等大秦子 我看他怎么骑 大伙就等着看好戏吧 没错了